昨天晚上下脖之后就给老爸把百香果装到盒子里面去放好 把单子打出来贴上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再早起把箱子封口了 叫班车帮忙拿到城里面去发快递 因为太早封口的话 百香果闷这里面一个晚上 然后再寄过去三天左右 趴到地方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第二天早上还在睡梦中了 老妈都已经到田里面了 今天有老板来收冬瓜 忘记带剪刀了 拿了两把剪刀过去 冬瓜种在路边的这一块田还挺方便的 车子直接停在这里装上就可以了 这一块田是旧旧的 他们一家都去城里面了 也没有人在家种地 所以就给老爸种了 这个冬瓜一个还挺大的 用绳子给它捆住上面的这个爸爸 有一点不结实 好多冬瓜也是掉到地下都坏了 这一秋天摘了有三分之一的冬瓜 老板说暂时就要那么多 旁边的这块红薯地密密麻麻的红薯叶呀 摘一点回去给猪加餐 就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剪了好几捆了 我们都很喜欢吃红薯煎 剪下来的用炒捆着先放在这里 然后拿红薯叶去喂猪 路有点远 菜有点多 就拿车拉过去了 现在爸妈都忙地里面的活 没有时间养猪了 也是发生了几次意外 血本乌龟都怕了 可能是我最近也没有经常来 他们都有点怕我了 躲得远远的 我把红薯叶扔下去 更是吓得尖叫 这边的猪圈有一窝大猪仔 还有一窝小猪仔 都是自己家里面的母猪生的 他们都是很乖 看到我拿菜叶来了 马上就扑过来 一点都不怕我 小猪仔还是很可爱的 吃完还想要来谢谢我 回到家和老妈去扛了两袋骨子来 老弟就负责赛 现在来做一个凉拌菜吃 这个是老妈在网上买的海带 还有那个叫什么 把调料放进去 这个辣椒油还有花生碎 是刚刚新鲜做的 全部都给倒进去 还有昨天晚上吃剩的凉拌菜的汤子 也倒进去了 因为我们做不出来这种口味 觉得很好吃 就拿来一起拌了 还削了一个冬瓜做汤 炒了一个香辣和鱼 拿了一个冬瓜回家来吃 就切了一点点 煮的时候发现好多呀 可能要吃上十天半个月了 这个稿子的一扉 有计划 我们再来说 有计划